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介绍一个Markdown的工具 它的名称叫做Map 这个Map是定位成 是用来专门制作简报 使用的格式是Markdown格式 首先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们会有五个主题 首先是介绍Map它的功用 再来介绍Visual Studio Code的Map的一个扩充套件 透过这个VSCode的扩充套件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来撰写Markdown文字的语法 然后后面就介绍Map它的基本的语法 透过这个介绍我们就可以基本了解上 Map它应该要怎么来撰写 然后最后是讲出它的汇出的方法 最后是我们需要自己制定的一些主题样式的话 是要怎么来处理 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Map它的功用 我们只要Google一下Map Markdown就能够很快的找到它的网站 在它的网站里面它会有两个主要的项目 一个是Map 一个是Map 这个Map 算是前一代的版本 它有一些语法其实后面已经都有改掉了 它这边虽然有提供它的App 可以让我们去直接下载 但是它里面的格式已经有一些旧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直接看它这个所谓的Map 的Next的这个版本 那它基本上它的要用的语法 我们应该要从Map.it这个网站里面来看才行 那它这边就有详细的介绍Map的一些新版的一些基本的格式 那我们要使用它 主要就是 首先我们要用这个VSCode Visual Studio Code的这个工具 然后要去安装它的扩充 也就是首先我们要去搜寻到Map for VS Code的这一个扩充 然后你把它安装进来 安装进来以后 我们在这个编辑器的右边这边 就可以看到会多出一个Map的图示 那透过这个Map的图示 我们就可以专门来做一些Map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首先我们这边有写了一个简单的Map的内容 然后那当然副档名就是.md 表示它是Markdown的档案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预示给打开 这个预览功能 就变成是左右两栏 然后右边这边就是Map执行完以后一页一页的简报的内容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让右边这个格式可以做变换 其实是可以从这个Map这边 我们这边有一个ToggleMap Preview 这个就可以去做切换 像这个它就是不是用一个幻灯片一个幻灯片 这样的方法来呈现 而是变成一整个档 所以这边是可以做切换的 我们再按一下它又切换回简报的格式 那这个就是切换的部分 然后我们将来要做的汇出 也就是用这个Export Slide Deck 这个功能选项 那后面我们讲到汇出的地方再来讲 所以其实Map它的功用就是帮我们制作简报 那这个制作简报跟PowerPoint的这种做法不一样 它不是用拖拉的方法来产生的 而是你只要打一个文字档 透过这个文字档 你就可以很快产生了一个简报档 那这个是Map基本上它的工具它的功能 就是产生很快的用Markdown格式 帮我们产生简报 那我们当然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内容 在这个Map的基本语法上面 我们有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来看它 首先就是Map的档案 它的开头就是会用这个YAML的这个格式 来做指定 首先我们要让这个Map能够认识 我现在使用的是Map格式 所以我这个Map冒号空一格 一定要用这个True 那后面这边才会呈现出来 然后这个Theme是指定说我要使用的主题是哪个主题 我们这个主题如果把它换掉 比如说我用这个GAIA 这个是Map预设的一个样式 一个主题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主题 后面这个就是GAIA的样式 就整个换掉了 那我们这第一页为什么没有换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指定了它的一个特定的设定 那待会再讲 然后后面这个Paginate 就是说要不要显示页码出来 那我们这边显示True 所以我们应该我们的换灯片都会显示页码 但是我们第一页没有 第一页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 多加了一个它的指引 Directive 这个指引后面多加了有一个底线 表示说这个指引值对这一页的换灯片会生效而已 其他分页也不会受影响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把Paginate设成FORCE 表示说我的封面这一页不要页码 所以我们第一页就没有页码 但是我们的第二页 被看到它就有一个页码 那这个就是 这个YAM很常用的这三个 这个我们再把它换回来 我们这边用的主题是 叫做Map Intro 好 那这又换回我们刚刚预设好的一个格式 所以 接下来第一页 就是这一页 我们在最上面呢 有设了两个指引 这两个指引 就是在定义说 我首页不要页码 同时我的背景颜色 要用这个淡蓝色 这个是RGB 这个就是标准的 CSS的一个写法 你可以用警号 或是直接用那个代码都可以 后面这个警号框架 当然就是说我的标题1 那这就是我们的标题 那后面呢就是 List 列表 12345这样的列表 然后 它的这个顺序的列表 有号码的列表呢 它目前这个样式会置中 那如果说你弄成这种 不是带号码的列表 它其实是会左靠 那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样式档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那它的基本语法 就是我的幻灯片和幻灯片中间 就是用三个简号 或四个简号 就可以来做区隔 我们的这个图档 这个就是标准的 markdown的图档的格式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设定 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个W帽号 就是指定它的宽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是这样子去设定它 那或者呢你要指定 假设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图案图形 这个第一个图形 把它设成是背景的图形的话 我们这个假设我们就先把它拿掉 然后我这边要把它设成是背景 我就要用这个BG Background 那它整个会占满我们的整个画面 那我希望它用比如说用80%的大小 来呈现 那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是 变成一个底图了 但是我希望不要再占满整个 幻灯片 我要让它靠左边 那这就是靠左边 那如果改成right 它就变成靠右边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了 我们把这个错误的地方把它删掉 那这个就是设置图档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去设置 这个 那个绘文字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arrow 箭头 向右的箭头 我们就可以用冒号的方法来呈现它 那这个 在我的资讯栏里面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 到底那个绘文字 emogy 有哪一些代码可以使用 会有一个清单 我会把它列出来 各位将来如果要使用这个绘文字 或者是你直接按那个 window跟分号 当然也可以 那这个window跟分号 就是直接插进去 一个 unicode的字源 那就不是用这种绘文字的这个 代码来写的 那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想要用哪一种方法 好 接着我们就是再来讲它的汇出 那它的汇出就很简单 就是一样就点这个 MAP的这个 这个图示 然后再选这个export就可以了 那export弹出来以后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切换 那不同的 要产生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用产生成html 好 然后按了 汇出 export 我已经产生过一个 我要取代是 它产生完以后呢 会帮我们跳到 我们的这个 浏览器里面来 然后它像这个 换页控制 或是放到最大 就都已经控制好了 所以 有了这样的工具以后呢 我们要产生这个tml 就可以很简单的来产生它了 好 那最后就是我们再来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 个别的这个样式 要怎么去定义 我如果不要用它内定的这些样式 我怎么去做操作 那这个当然就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文字档里面 要指定我要用的theme 然后冒号后面就知道你这个主题的名称 所以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你就要有两个档 一个是md档 markdown的档案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点css的档案 那在这个点css的档案里面 我们的第一行 斜线信号 信号斜线 这个是css档的注解的意思 它的注释 那它要用小老鼠theme 然后后面带着你这个主题的名称 那这个名称也就是我们在 MD档里面 文字档里面 这个theme里面 后面这一个使用的名字 那只要这个这两个 第一个要设定好 然后同时呢 我们要在设定里面 要选择这个vscode的设定 然后切换到工作区 那你再去搜寻 这个markdown.map.theme 这个变数 然后找到以后呢 就可以新增一个项目 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css档给加进来 或者是你要建立一个共用的话 比如说你建一个public.css 那将来所有的人通通掏 那个public的话 一样你就把这个相对路径 写上public.css给新增进来 那只要做了这两个动作以后 我们的mb档 就可以使用到你这个新色的样式 所以可以说是很简单 那它其实更细部的功能 还是要参考这个muppet 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些说明 它这里面有列的相当清楚 比如说这个directive 它有很多种 那它这边它都有一个列表的说明 那这个各位如果有需要 就可以自己再慢慢来观看 再来学习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那这个工具其实对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个简报 可以很快的做到一个很迅速做出一个很精美 但是又又是优良的一个简报 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工具 那各位可以尝试看看 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